台北市的各主要道路上都种植了很多的行道树 这处圆环和公园也都种植着树木和各种的花围 使台北市充满了利益成为一个美化的都市 可是有一些热心的市民和回国的草包 发现有些路上的树木和草皮干枯了 台北市公园路征管理处负责维护这些花草树木 今天我们反问了市长和文波 台北市目前有很多的行道树 同时在这种利益上头也有很多的花草树木 所以我想首先来讲市长 这定期的花草树木是怎样来维护的 我们能够养都有定期的维护 那么这个复载工作的部门是一个养育工具 最后在维护上我们只有在一个中间的很上的维护 就是这个树木的休点 我们当然这个中间的休点有夏季休点有中期休点 那么这个冬天这个休点比较重一点 夏季休点比较轻一点 那么就是说我想把台北市将来的这个休息的方面 出去用一个美的姿势 那么关于这个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比较多一点 因为要增长的看望 那么冬天就在休息的休息比较少 所以这个有些陈道树的中间 我们加进一些休息的休息草树 什么休息的休息草树 都会是出去了一个养肺的养育的宿命 以及生育收拾的这一点 关于台北市的花草秀末 已经是有很经常的营術的工作 但是最近呢 我们听说正山北陆的江树 或者是螺蛳芙芙芦芦芦花 都有工具的现象 什么是什么原因 因为新生懒露 甚至水河加干 那个地方有一部分的渡渡 或者离到螺蛳芙芦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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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都简单一种渡渡 一种渡渡 那么因为这个 一直的季节稍微晚一点 同时加上近期的月一来 已经没有下雨 所以很受了影响 所以中山北陆的江树呢 也是这个准硬 因为在这个季节稍微晚了一点 因为江树啊 所以说了解 从元月份到三月份呢 这是一个在这个季节 但是我们中山北陆 一直到十零一号道路啊 这个在这个季节稍微晚了 所以说我们也会以后 因为配合这个工程的关系 有很多这路是停开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配合这个工程的晚工啊 来在这个 我们还没有知道 在这里继续工作 再加上自己继续也有来的猎物鱼 那么当然就是包 当它可以是在包裹包 那么我们准备在四月份 可以开始进行到这个 我想再加上这个超级的关系 以后不可以再来进行 那么 刚才您也谈到国关选手呢 或者季节呢 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您对于台北市的 方案的回事呢 你觉得应该怎样做呢 才能够达到更理想的地步呢 那么至于怎样维度 当时的基础上的问题 我刚才在这个基础上 都应该非常地转积 我觉得转积的卡钢的话 都是我讲 就是 平常的大力 的发生 那么中国台北市 这个行造数啊 在某点 这个数据也很多 也很长 不过将来我们总会说到一个 哪个 宣传对当地 这个当地生死的 进行行到这个 比如现在这个基础的稳住 这个大王约队 那么另外就是这个 不知的 不知的 如果有点 那么多感染 这个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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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有点 这们 每个人居住 会被这一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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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